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海冰融化 海平面上升 科学家预言2030年 北极夏季海冰即将消失 海豹能悠有的浮冰不在 北极王者北极熊 真的会因为全球暖化 无家可归 找不到食物吗 2023年 北极迎来史上最温暖的夏季 北冰洋冰层加速消失 我们跟着台湾科学家踏上旅程 前往北纬78度 最接近北极点的国度 要找出冰川消融的蛛丝马迹 亲眼目睹气候变迁的真相 中央大学地球科学院成立北极探索队 将开启台湾北极研究新业 锁定有丰富冰川地形的挪威冷岸群岛 冷岸群岛位于北极圈 在北冰洋 巴伦之海和格陵兰海之间 面积约台湾的两倍大 也是挪威最北界的国土范围 飞越大半个地球 长途跋涉7700多公里 经过三次转机 总共飞行快20小时 我们终于抵达冷岸群岛的首辅 北纬78度13分的朗伊尔城 短暂休息一晚 未知的挑战即将展开 团队要前往的北极研究站 在北纬78度53分 奥斯卡二世陆地上的卡比奥拉平原 比朗伊尔城在更北边一点 在坐了快四小时的船 终于到达此行目的地 元素 如果你们认为 这么高兴 你要 verme 好 你好 好 很高兴 你好 你好 准备 好 好 好 由於沿岸水不夠深 船無法直接開到岸邊 在研究站的波蘭哥白尼大學團隊 開著小艇來接駁團隊上岸 初登北極研究站 沒有大家想像中的冰天雪地 放眼望去 除了遠方的冰川 眼前所見近是一望五季的土黃色大地 還以為來到無人島 可能會對北極有一個誤解 想像的那個 你們是在一個冰天雪地 然後暴風雪幹嘛的環境工作 但其實沒有 它就是除了風大的時候以外 它的天氣其實不會到那麼惡劣 可是也因為我們是夏天來 冬天又是另外一回事 六月底到八月正值北極的夏季 也是永驟期 一天24小時都是白天 也是北極溶冰的季節 這一大片沿海平原 是以往船員或漁民捕魚捕金 中途站時停靠和咖啡休息之地 因此被稱為Cafiora 如今被挪威政府 劃設為自然保護區 一般觀光客無法上岸 唯一的人造建築 就是波蘭哥白尼大學的北極研究站 現在大家看到呢 這棟像是小木屋的房子 其實它是波蘭哥白尼大學 在北極地區的極地野外工作站 台灣中央大學地科院團隊 跟他們合作了將近三年時間 今年也正式成立了台灣極地研究中心 提供一個平台 讓更多的科學家可以研究極地 全球暖化跟氣候變遷相關的議題 台灣團隊是全球為二 在此處做北極科研的國家 Cafiora的神秘面紗也即將被揭開 熔冰的夏天 溫度約攝氏4到6度 適合科學家做地質觀測研究 但也是北極熊尋找獵物的季節 好像大家看到這個儲藏空間的外頭 有非常多凹凸不平的 其實這個是北極熊拍打 還有去抓牠所造成的一些痕跡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間儲藏室 牠是來放食物跟一些罐頭的 所以可能北極熊 牠有聞到一些食物的味道 所以牠就來這裡來看看 到底裡面是有什麼東西 距離研究站不遠處 我們也發現了北極王者出沒的蹤跡 這代表我們已進入北極熊的生活範圍 這代表我們已進入北極熊的生活範圍 要學會如何使用來浮槍 所以傑克你用來浮槍 是因為可能在很危險的狀況 像是在我們前面前面 可能你被捕捉了 我必須知道怎麼使用它 對 你來把刀子壓在上面 那是時候會把刀子壓在那裡 然後就壓在那裡 好嗎 我們可以把刀子壓在那裡 四個刀子 現在我們會練習在這裡 如果要用它 用它 只要把刀子壓在那裡 所以刀子是向著那個垃圾 然後把刀子壓在那裡 然後把刀子壓在那裡 然後它已經準備好 把刀子壓在那裡 可以把刀子壓在那裡 很大聲 可以打開一點 然後把刀子壓在那裡 好嗎 對 還好 有點害怕 開槍是萬不得已的最後選擇 因為萬一殺死北極熊 政府單位會詳細調查原由 好 開啟 野外觀測 考驗不止一關 除了要小心成為北極熊的獵物 最重要的就是天氣狀況 Cafiora總共有9條冰川 葉一慶副教授深耕海域政策探勘 及海洋地球物理 將目標鎖定最大的Avazmark冰川 將探測冰河前沿峽灣地形與地貌 解開藏在其中的冰川湧動謎團 Avazmark冰川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跟其他冰川不太一樣 一般來講冰川退它就會一直退 可是這Avazmark冰川 它有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會突然間往前跑一段距離 而且是很快速的往前移 那個叫做Gracial Surge 在出海任務前 得先去冰川前沿 看看地形 我們為什麼只能用走路的方式 因為其實在Cafiola這邊 它算是一個國家的保護區 這地方是沒有辦法有任何的交通機具 在這裡作業 包含任何的大型的輪子都不行 因為可能會破壞這裡的環境 走了差不多兩個小時 終於快要走到 Avazmark冰川前沿 在那裡有看到 黑色的白色 我剛才到達兩年 幾年前 沿著海岸邊 往冰川方向前進 團隊也找到了 冰川快速消融的證據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石頭 其實本來都是被埋藏在這個冰川下面 那在近幾年 大概三到五年前 才因為這幾年前 因為冰川的退卻 溶解然後整個才露出來 所以等於是以前 並不知道這些構造 但是這個斷層 實際上可以看到 它是切過所有的層面 所以它可以是有點像是 而且是往下掉的 所以可以說它是一個正斷層 在台灣 可能要經過 反覆的挖掘草溝作業 才可能找到斷層的蹤跡 但在這裡 由於冰川融化 一個教科書等級的正斷層 就出現在眼前 可以拍照 我們在前方的沖沙現在 這就是沖沙現在 它是沖沙現在 然後是愛與我們 我們先行中 我們才會走 我們走到這位船 我們放在一面 然後走到一面 然後到這裡 就走到這位船上 但是這位是 已經對北京 所以我們請同一面 因為我們要看 植授架或是架子 因為在前方的沖沙 一直在看木材,大木材很容易 像这种木材,有地方很容易 所以很容易 是的,是的,大家都有 拉著腳 拉著腳 對 拉著腳 什麼 拿開 天啊 你看 我幫你拿住手 我幫你拿 我幫你拿 好不容易經過蟲蟲泥巴關卡 終於來到冰川前緣 我之前就會想說 冰怎麼可能是藍色的 因為我們冰箱的冰就是透明的 站在這麼大的地方 我真的會覺得人類真的超級小 Alva Smart冰川總長15公里 寬約3.5到4.5公里 總面積約73平方公里 是奧斯卡二世陸地上 第七大冰川 正當大家沉浸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宮時 突然聽到像是打雷般的聲音 我們背後聽到那個冰箱的聲音 一系列冰箱之後 前面那塊冰塊就整個垮下來 喔喔喔喔 喔喔喔 走… 沒等我們反應過來 帶頭的Jack大喊 要大家趕快往高處跑 現在直接直擊了 冰河崩潔的瞬間 應該很常發生 每天都是這樣嗎 每次都 喔 掉了 這個很大耶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些 它是有可能造成一些小海嘯的對不對 是 就剛剛看到我們看到的 其實是冰川的最前沿路海處的 崩裂的現象 那因為冰川最前沿路海處 其實是已經非常脆弱 所以其實 如果用非空拍機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說 很多冰塊已經裂開成一塊一塊 所以它很容易滑動 那一旦它滑動就會崩下來 它就跟海嘯一樣啊 像剛剛那個盪豬然大一點的都是 因為這是一個峽灣 所以說當它產生一個海嘯呢 海嘯的能量是四面八方擴散的 碰到另外一邊的這個岸邊 然後又再打回來 所以它會一直在這個小岸裡面震盪 所以這是它最危險的地方 因為這個小岸很小 所以它震盪的能量會來回一直震盪 氣候變遷 對極地造成的衝擊 在我們眼前真實上演 波蘭團隊曾用衛星影像分析 AVASMARK冰圈 從2000到2020年 平均每年消退40公尺 有時甚至會退到數百公尺 以前都以為說全球暖化好像 不是那麼直接的感受 那來這邊之後呢 你看到聽到那個冰震 你會發現說短短的兩個小時 竟然就發生好多事 甚至那個冰塊崩塌的速度非常快 從另一頭走到AVASMARK冰川上方 又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這個冰的聲音 很可怕喔 是合理的嗎 它那個崩裂其實 就是不光是它有沒有Kalvin 我覺得其實我們右邊都有可能會掉下來 因為它那裡其實在滴水 冰震聲音此起彼落 彷彿是冰川再向人類發出求救訊號 全球暖化的速度可能比你我想像的還要快 現在大家看到呢 在海面上所漂浮的浮冰就是北極海濱 那麼國際有研究顯示到了2030年 北極海濱到了夏季就會全面融化 短暫消失 要直到秋冬季節 氣溫降低了才會重新的結冰 而這個時間點呢 比原本預期的還要提早10年發生 冰川崩裂每天都在發生 這些掉落海中的浮冰 彷彿海濱的眼淚 北極海濱溶解消失 已是加速進行式 探看完Avastmark冰川 沿著岸邊回程途中 一群交客吸引我們的目光 七夕在北冰洋的染海豹 穩步有著堅硬的胡須 又被稱為胡須海豹 體長約2.1到2.7公尺 重量約200到400公斤 鮮少看到人類 海豹似乎也對我們的到來感到好奇 回到研究站 已是傍晚6點 正值北極永驟期間 天空依舊明亮 但研究站的夜生活正要開始 最多只能容納12人的研究站 有兩個主要空間 一區是大家共用的休息討論區 上層是波蘭團隊睡覺的地方 另一區則是廚房 以及台灣團隊的房間 空間分配運用到極致 不到五坪的小房間裡 上下鋪集了五個人 室內沒有廁所與盥洗設備 一切只能到外頭解決 那側站裡面因為非常的小 沒有廁所 所以如果想上廁所的話 我們都必須要到側站外頭來解決 不管是大號小號 其實我們隨身都要攜帶一個下雄器 就是以防萬一真的北極熊 剛好在附近出現 那大號的時候呢 你還需要再帶這個 就是信號槍 那它其實也是一個象徵 因為它平常都掛在那個廚房那邊 那如果你發現它不在廚房 就表示有人在使用這個廁所 在這個側站呢 生活上面有一點小小的客難 比方說洗澡 沒有辦法天天洗澡 一個禮拜呢 只有兩天的機會可以洗澡 就是在禮拜三跟禮拜六 那要去哪裡洗澡 就是到我後方這個 看起來很像是電影 哈比人居住的小木屋裡面洗澡 要把這個燒柴火這個熱水非常燙 要小心 然後倒進去冷水桶裡面 混合一下 很客難沒錯但是很有趣 很像小時候在鄉下的地方 跟阿嬤他們洗澡的感覺很像 在研究站的生活有諸多不便 這就是科學家們 在這無人之境的每日日常 早安 所以 英文很棒 我的天啊 台灣團隊教波蘭團隊中文 為寧靜的研究站帶來歡笑聲 但另一邊教授們卻笑不出來 看著接下來幾天的天氣預報 幾乎都是陰雨天 不禁滿面醜容 沒有 這是水 這邊 研究站四周一片雾茫茫 能見度也不佳 如此惡劣的天氣能否出海觀測 教授們的憂心全寫在臉上 其實我一直很緊張 想說糟糕了 帶著這個測草森仔來這邊 一直都不能做 那怎麼辦 要怎麼交差 就心裡面一直都 選擇沒有辦法放下來 探測冰川前沿的海底地貌 是此趟極地觀測的重要任務之一 但無法掌控的天氣 成了最大的變數 出海這種工作 它真的就是靠天吃飯 前幾天我們都可以看到說 那個風浪其實不是那麼好 那風速也蠻快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一般的研究船出海 就已經有點風險了 那更何況是這種橡膠的小艇 那人員直接暴露在外面 由於此趟出海觀測任務 乘坐的是小型橡皮艇 風速只要超過五級 在海上行駛就有翻覆的風險 需要考量更多安全因素 接近下午五點時 波蘭團隊的索波塔教授 醫生令下準備出海 大夥趕緊動起來 趕快跳上去 東西穿一穿趕快衝 對 就利用這一點點的時間 事實上也真的是一點點 好 現在老師準備要搭小艇出海了 那麼透過的是前海高解析測掃聲納 要來探測冰河前沿 峽灣的地形與地貌 沿著規劃好的航線 要做測繪工作 來看看在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之下 峽灣地形地貌 有什麼樣子的變化 才剛出發 團隊就遇到難題 出海這天溫度約攝氏四度 海水溫度又再更低 可能是天氣太冷 又或是引擎有雜質 橡皮艇的引擎 怎麼樣都發不動 好 來 OK 波蘭團隊的索波塔教授 跟卡蜜爾輪流接力 好不容易終於發動引擎 航行約15分鐘 來到阿法斯瑪克 冰川前沿的峽灣區域 又遇到下一個困境 天空就開始下起毛毛雨 我們的射線 一旦碰到這個峽灣的外側 就是接觸到外面這個海浪 就開始變差 而且是越來越差越來越差 深入峽灣前沿 眼前這一幕 又讓團隊當場傻住 一旦桿 OK 好 可能還會遇到 這個冰板 然後已經打換了 這太多了 這太多了 太多了 我覺得老師能 能不能換地方嗎 可是躲到一個不行 對啊 太多了 進到那個海灣 我第一眼看到 哇 我嚇傻 我怎麼滿滿都是冰啊 怎麼辦呢 前一天探勘 峽灣還沒什麼浮冰 沒想到才過一天 海面上就不滿浮冰 其實浮冰最大的問題 就是會把我們的儀器扯斷 那如果扯斷的話 那個東西比水密度還高 那儀器就會下去 真的超痛的 真的多到一個 怎麼翻掉啊 小艇被浮冰包圍 不斷發生的冰鎮 也代表還會陸續 有冰掉入海中 讓團隊的心忐忑不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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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想要去 再次 放棄深入冰川前沿 改往外圍一點的區域 觀測任務這才得以展開 現在要做的是 測掃深入的測量 那它就是要看海蟲的一些影像 那我們要把這個儀器 放到海裡面去 用小艇去拖它 然後主要是要看海底下 是不是有一些冰川的移動 我相信這是台灣科學家第一次 在北極這個海域做 海洋地質地球物理調查 為了了解海蟲下的地質特性 特地從台灣帶了秘密武器 拖曳式側掃聲納儀系統 體型輕巧便於攜帶 長37.8公分 寬11公分 高9.7公分 能提供海底地貌 與海床表面聲波影像 宛如海底照相機 幫海底地貌拍出高畫質影像 解析度甚至能小於1公分 相當精細 測掃聲納往兩側發射高頻率的聲波 聲波碰到海床後回彈 若碰到硬的東西 回聲也就是被反射回來的聲音會較大 從電腦上也能及時看到比較亮的訊號 反之若碰到你這類較軟物質 聲波會被吸收掉較多能量 回聲較小 影像上就會看到較暗的顏色 我們其實有找到很多冰塊 就在測掃聲納水層的影像裡面 其實是碰到 打到冰塊回來的那個影像 不只海面上有浮冰 水面下也危機四伏 觀測過程如鋁薄冰 那你在水的擺動下 就其中一條黑色線就勾到冰船 線纏到那個地方 其實那時候我有嚇到 然後那時候其實運氣算不錯 因為那時候那個冰塊剛好可以順著水轉個方向 我們去做測量的時候 海豹是非常多 然後因為我們的測線是來來回回 一下子往霞灣走 一下子往外面走 然後你就發現有一隻海豹 就在旁邊 躺到一個冰塊上面很慵懶 我們就有聊到說這個 萬一如果說遇到北極熊 要扶集我們怎麼辦 教授們的憂心並非不可能發生 在Avatsmark冰川的另一頭 北極的王者北極熊真的陷宗 仰著頭虎視眈眈的盯著他的獵物 在這個海豹 我會說當時的海豹是 很多海豹的海豹 基本上是北極熊的食物 所以我們叫它北極熊的餐廳 在一刻我看到 那些海豹是走在後面 所以它是一個小海豹 你能夠避開背後的海豹 然後海豹是在海豹 所以他在海豹是走路 走路走路 你會看到他的嘴巴 然後嘴巴 然後嘴巴 可能他會看他們 但其實那些海豹 看到他 他們馬上去海豹 他們馬上去海豹 開始滑走路 去看他 我認為他發現 他不能遇到海豹 因為海豹在海豹 很快 我認為他發現 他們已經在海豹 看著我 然後他就不斷 然後慢慢轉動 走路 若海豹離岸近一點 可能早已成為北極熊的囊中物 經過五個小時的觀測 海上團隊也大有斬獲 這白色一塊塊是冰 那是海豹 海豹被冰川刮過去 然後發現的一些地方有一些噴氣 但是不知道那是噴什麼氣 是甲烷還是二氧化碳 那以後可能會針對 就是一些比較前海域的 因為這些發現其實都是在一些 海裡面的比較高聳的一些地方 就是我們說是Ridge 就是一些陽極的區域 那這個我覺得是蠻值得去做研究 科學家近三年監測 冷岸群島區域的氣溫上升速度 是整個北極的兩倍之多 推估這些區域可能有大規模的甲烷釋放 恐怕會加劇溫時效應 讓地球陷入暖化的惡性循環 葉宜慶在此區看見冰川前沿的海床 冒出許多噴氣 引起國際學界高度關注 後續也將使用其他儀器及研究方法 進一步確認這些氣體是否就是甲烷 雖然天還是亮的 但此時已經快晚上11點 北極的天氣瞬息萬變 隨著風雨逐漸變大 團隊決定結束這趟任務 返回工作策戰 在海上五個多小時 彷彿在冷凍庫一般 雖然身上穿著防寒衣 能稍微抵擋寒衣 但露在外頭的手早已凍僵 當團隊在海上做觀測時 策戰的其他成員一致決定 等全員到齊再一起用餐 我那時候想說草花麵是最能夠 就是在靈機應變的時候 做出比較像台灣味的東西 其實我完全沒有想到說 你們會等我們那麼久 我想說你們應該要先吃完 然後再吃完 然後就留在旁邊 我們就再加熱就好 因為其實很晚了 就已經十點半 十一點那種 根本就是在吃宵夜 沒想到你們通通都沒有吃 所以那就是大家更像一家人的感覺 這邊喝油 可以嗎 身體雖冷 但心卻無比溫暖 這一晚的台灣之夜 格外溫馨 AVAS Mark冰川前沿的海床觀測任務 暫時告一段落 但其他的冰川 又藏了什麼氣候變遷密碼 等著我們去一探究竟 看到北極湖在雨國天晴後出來覓食 團隊也把握難得好天氣 準備展開另一項集地觀測任務 Jack張文和助理教授的無人機測繪工作 將透過空拍高解析度照片 製作樹脂地形模型 比對每年冰川融化的面積 OK 開始 等一等 它說調校失敗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OK 再做一次 準備開始前 卻遇到另一個麻煩 把那一台飛機從台灣帶過來的時候 它可能就是 直北 直北震壞掉 就是已經失去方向了 OK 開始 地球磁場可能有一點點 每個地方都會有一點點 不一樣那個角度 所以你搭到北極跟台灣 一定很不一樣 所以那個飛機就搞不清楚方向 他們想站在右邊 但這個方向 在經過反覆校正方位後 大型空拍機恢復正常 才讓Jack放下心中大石 OK 開始 3 2 1 開始 開始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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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進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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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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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進 好 旁邊進 好 然後加上這邊都沒有任何的直批 很適合拿來做就是裸露的研究 因為完全就是地標嘛 團隊鎖定的另一個目標 Watermark冰川 面積約2.13平方公里 長3公里 寬約0.5到1.3公里 是一條沿著山谷流向Cafiora平原的山谷冰川 與先前團隊出海觀測的Avasmark冰川不同 Avasmark冰川上方還銜接著大片冰河區域 但Watermark冰川的北部和東部與山脊接壤 沒有足夠的冰不濟 因此冰川只會隨著日益惡化的氣候變遷 慢慢消失 很多的地域都被採用了 有一個河瓦前年 這個年來我來到了 也許是百分之間 新的地域都被採用了 我自己的確是因為我可以做我的 地步的地步 所以我會有新的地方學習 當然,在同時,我會很累 因為你看到溜泉會滅滅 現在我們知道會不會回復 心中清楚明白 瓦德馬冰川終有消失的那天 也加深Jack每年來此觀測紀錄的決心 今天我們去瓦德馬溜泉 這是一個一小時的步驟 然後可能是一個一小時的步驟 做了一些工作 我們收取一些資料 然後我們回復 所以可能是五小時我們沒有在這裡 五小時 好嗎 大家準備好了嗎 是,準備好了 食材、食材 好,我們走吧 我們現在要去瓦德馬冰川 然後Jack會進行他的五人機 來觀察當地的一些地質構造 那我們就出發囉 經過約一小時 從平坦好走的台原 進入宛如山坡般的冰氣石堆 我們在走了大概一個多小時之後呢 終於走到了冰川前方 那等一下呢 Jack他們會在冰川前面有塊比較平坦的地方 會開始設定他們的空拍機 那麼他們會開始在這邊做空拍 做地質的調查 大家可以看到在冰川前的地方呢 底下的這個水流呢 其實它的冰層是越來越薄的 那這也代表說呢 那全球暖化對這個地區 所造成的冰川融化現效 速度是越來越快 而且越來越嚴重 在河面上 有些河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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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在河面上 因為河面上 非常河面上 水和雪 你不會停止 在河面上 有河面上 有河面上 加上暖化傢俱 冰川消融 部分區域 冰層較薄 若不小心踩破 冰層 很可能 墜落深處 OK Let's go Everybody here 冰4 要踩上冰川 3 2 Go 踩到 踩到冰上 踩到冰上 很酷 酷喔 我們現在已經踩到冰川上面了 但是因為剛剛老師有說 那邊比較 因為在全 就是有在融化 所以那邊比較薄 要踩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所以我只是洗 看起來有那種水稻 或水流的 就是一條一條 對 勾曲 然後在冰川的最邊邊 我們可以看到有很明顯的這種 河流的經過 那其實代表說下面其實已經都溶結了 由於挖的馬冰川周遭 被較多山頸環繞 雲層也較厚 不適合使用大型無人機 於是Jack決定改用較輕巧的空拍機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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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是羅莊上陣 然後 因為我要一直盯著它看 有時候收訊會不穩 然後我們是要飛整個冰川的地形圖 所以會飛到距離我將近一兩公里遠 所以收訊不好 然後我還要把遙控器舉起來 我第一次就是體會到什麼叫寒氣滲透的感覺 除了Jack針對挖的馬冰川做地質構造研究 波蘭哥白尼大學研究團隊 在這條冰川也設置儀器 發現冰川消融速度之快 超乎想像 我們現在就是看到他們波蘭的人在這邊 就是放了兩個孔 鑽了兩個孔 然後這兩個孔呢 就是他們說有鑽到十公尺深 在側站的時候有跟他們聊天 然後他們說就是 十天前他們才量過那個深度 跟十天之後量就是少了一公尺 就代表這十天內 它其實冰層就減少了一公尺 波蘭研究團隊 從1996年起密切觀測瓦德馬冰川 從1996到2020年 冰川面積大幅減少約39% 消融速度之快 30年內從平原山路交界處 退到半山腰 約退了500公尺 另一頭 Jack的樹直地形模型也有新發現 他去年去的時候還在這裡 今年就已經跑到這裡了 這個我覺得五年 沒了 因為它上面也沒有頭 你看它只到這裡 它沒有頭可以補齊 然後約說 巴德馬有差不多二十年 中央大學團隊 在冷暗群島的研究任務 未完待續 但各項觀測的初步結果 似乎都遇見了 冷暗群島的冰川 正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盡頭 而位在全球最北邊的城鎮 朗伊爾城也難逃極端天氣的衝擊 氣候變遷在這座小鎮 又留下了什麼訊息向人類示警 位在北緯78度的朗伊爾城 位在北緯78度的朗伊爾城 是挪威最北界的國土範圍 也是冷暗群島的首府 距離北極中心點 僅1300多公里 也被稱作通往北極的橋頭 這座全球最北的城鎮 居民約2300人 1906年起 煤礦帶動朗伊爾城的經濟 開啟各項發展建設 但百年後 氣候變遷卻悄悄改變小鎮的日常 最主要是 主要是因為我們在這幾年 涼的冬天 在這幾年 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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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開始崩潰或完全崩潰 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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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實很明顯今年比去年綠了很多 就是他們那邊可能草長得比較快 那可能跟氣候比較暖有關係 在朗義爾城工作的唯一一位台灣人方鈺和 2022年5月來到小鎮 短短一年就感受到夏天明顯溫暖許多 我感覺到今年的熱的區間比較長一點 就是大概到十幾度 將近二十的那個區間比去年長 我感覺到今年的冬天很乾淨 很乾淨 所以我認為冬天是最乾淨的冬天 不是溫暖的標準 那是兩、三年前我們有22度C 朗義爾城斯瓦爾巴機場側站 2023年7月份的平均氣溫來到攝氏10.1度 這對科學家來說 是個重要警訊 因為攝氏10度象徵著極地氣候 和寒冷氣候區之間的界線 若氣候帶發生變化 將導致永動土融化速度加快 當地居民可能從未想過 全球暖化會讓他們的家園變得不安全 在我後方的這種房屋可以很明顯地看出 整個已經嚴重地傾斜了 而且底下的木頭地基有好幾個也是因為擠壓的關係 彈出來掉落在四周 這是因為原本這些房屋都蓋在映如水泥般的涌動土上 但是因為氣候變遷 全球暖化越來越嚴重 導致房屋就慢慢地傾斜甚至沉下去 有些居民家中門窗都關不起來 也是因為房屋結構已經嚴重變形 永動土融化不再是天然地基 不只影響房屋的穩定度 受雨水沖刷而造成的雪崩 更是當地居民最害怕的天災 在靠近市區旁的山坡上 就看到一排排的藍雪網工程 趕在冬季來臨前加緊趕工 由於永動土不再如其名常年節動 也因此在朗伊爾城有許多特別的規定 朗伊爾城雖然有墓地也有醫院 但是在這個地方有一個規定 出生和死亡是被禁止的 先來說死亡的部分 大家現在看到在後方的這片墓地 除了最早第一批人他們的遺體埋葬在這裡 之後就再也沒有人土葬在這個地方 這是因為朗伊爾城天氣嚴寒氣溫偏低 因此遺體埋葬在這裡 其實是不容易腐壞的 那麼在這個地方 土壤又是湧動土 病毒跟病菌也很有可能存活在土壤當中 一旦湧動土融化之後 病毒細菌很有可能會跑出來 造成難以想像的後果 朗伊爾城的神秘面紗被揭開 朗伊爾城的神秘面紗被揭開 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周邊豐富的極地自然資源 讓各國科學家趨之若霧 台灣科學家也再次插旗 這趟極地觀測任務 團隊在海上尋找冰川消退的證據 在陸地上空拍 紀錄冰川消融的軌跡 全球溫度很快 而且快速 這個溫度的溫度 沒有機會 有機會生存活動 那是純粹的自然 所以自然是不會給你憐憫 科學家已經認為它有可能會發生 它的時間點就是204年或205年 所以我們會輕眼見證到明天過後 是怎麼發生的 全球暖化 地球發燒 我們居住的藍色星球 是否已瀕臨極限 走出實驗室 台灣的科學家 站在極地第一線 與國際科學家們並肩 打開北極探索之門 在氣候變遷威脅下 為人類的未來找尋解方 既然是空間 從最悟無法 所謂的地球 是否有不須的 既然是空間 我們會在天陸的藍色 和人類的藍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